有人在講說這個兒盟他總是想有四十五億 但之前基本的法官卻都做不到 根本就是做一個重計而已 而且昨天這個他們的執行長 好像就是在記者會的時候 還就是有跟同行者相識哭笑 就被轟說 這個時候怎麼還笑得出來 當然兒福聯盟他們是責無旁貸 因為包含是跟這樣子的一個保姆的合作 以及跟合作保姆後續的這些查核 其實都是一定要付出相對應的責任的 那我們也希望民間團體 民間團體當然也都很辛苦啦 因為如果今天沒有民間團體願意做這些事情了 那政府的社會安全網也沒有不上 那請問辛苦的孩子誰來幫忙他們 所以我們是希望民間團體可以繼續努力 但是呢該歸咎的責任也必須要承擔起來 也必須要負上你們應該負的責任 那重要的是說 在社會上面 對於這些虐待兒童的惡人 我們要什麼樣的法律來嚴格的懲治他們 我們有沒有一些更好的監督制度 比如說增加訪事的時間 標準化流程以及 虐待兒童 那像是兒童權益少年福利法等等的一些制度的修正 那我們希望透過法規的修正能夠讓制度更健全 我們能夠懲罰壞人保護好人 建構真正的社會安全網 我們會持續來監督 也希望如果有很多的是優良的社工朋友 還有優良的這些非政府組織 NGO可以不要氣餒繼續努力 那該負起責任的要負起責任之後再繼續往前走 社會安全網真的沒有成效 尤其是蔡英文總統一直到昨天晚上被大家罵爆了 才出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有一點不負責任 因為大家都很關心蔡英文總統他的態度 關心我們國家對於虐待幼童的時候 政府公權力的態度是什麼 可是昨天一開始蔡總統只發了一篇植樹結相關的臉書 就再也沒有提到社會上在討論的這個虐童案的問題 一直到很多的網友灌到他的臉書裡面去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批判 以及呼籲之後他才出來表態 那我覺得蔡總統不應該因為520已經快到了 那覺得說自己已經快要卸任了 對於國家大事對於社會當中重要的事情就不再關心 尤其當時社會安全網是蔡英文總統給全民的承諾 但到了他任期屆滿之前還爆發這樣子的悲劇 那我覺得蔡英文整個政府包含他自己本人是責無旁貸 當初說好要給社會一個安全網 可是到現在很多的孩子都沒有被接住 相關的法律修訂我們也都在積極的研理當中 但希望民黨政府可以拿出更多有負責任的態度來面對這件事情 而不是像一隻牛一樣 人民邊擬一下你才走一步 你為什麼看這次月同案洪生和委員說把社工上靠 需要製造仇恨跟對立 把社工上靠製造仇恨跟對立這件事情 我覺得確實在昨天大家看到那一幕的時候 是覺得很不可思議 但是我想把社工上靠這件事情也不是單就哪一個人去要求對方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認為整個過程應該要檢討 因為引發社會上非常大的爭議 今天真正重點的對象是虐待幼童的那一對姐妹 而不是那可能在訪查過程儘管他可能會有疏失 但是始作俑者也不是那名社工 所以要不要用這麼強力的這個方式 然後把一名也很認真替社會服務 那其實社工真的很辛苦 而且他們的薪資條件一直都不是很高 那我們國家對於社工人員的人才的渴求也是非常高的 如果今天一旦上靠之後 我更擔心的其實是未來大家不敢去做社工 大家會擔心說如果我在訪查孩子的時候 我有一兩個沒有注意 我就變成國家的公敵 我就變成罪犯 我就要被這樣子上靠 然後變成是全民來公審 那這樣子的話 對於未來我們國家在招募 持續招募更多的社工人才來說 我覺得是有一些困境在的 所以在執法的過程上面 我也希望能夠更謹慎 那我們應該是針對實際上略童的這對姐妹 而不是針對辛苦訪查的這個社工 當然社工有沒有責任 這後續都還需要去釐清 可是建議不要用這麼粗暴的方式來進行 磨牙造成四顆牙齒掉 你會覺得是合理 這個謝謝啦 我想這些都是比較細的細節 我覺得你們討論我非常感謝 內文當中社工跟小孩子跟阿嬤說 四顆牙齒掉了 然後還跟阿嬤說保姆是非常用心愛這個孩子的 四顆牙齒都掉了這件事情毫無意中啊 因為我們所有 就是我現在在想說我們如果 因為本來是一切都進入司法調查 我們所有這些東西也都交給 就是也都交給檢察官了 然後其實這針對這個孩子掉牙的時候 我們也約了牙科醫生 然後我們也開始討論 要進那個就是我們講的那個輔導的資源 這樣子 就是幾乎都是發生在12月這樣 這個我手邊沒有記錄 我可能 對 我可能就是要看這樣 因為如果三個月他體重會奏檢的話 那是不是表示說 當時社工登記的資料通通都是假的 我們社工真的沒有造假 但是這個我講我講 我講一百遍可能大家也不相信 對 那你到底是想要幫你們的社工掛撥檢的意思嗎 我覺得社工就是 是跟檢察官起碼都是據實以報的 因為如果他沒有據實以報 接下來他也有他相對應的刑責嘛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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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怎麼有辦法確定他講的都是真的 就是縱使你們很想相信他 但是你怎麼確定他現在講的是真的 那萬一他之後如果是造假被判刑了 我不曉得我要怎麼說 就是當然 當然如果後面 因為一個信任保姆 然後做出一條生命了 那 你的信任擺在最前面的時候 我們當然事發都會再去問社工 那如果我們一個住人的專業 然後還有平常社工 我們其實平常的工作關係 如果我們都懷疑我們的社工員 我不曉得這個工作要怎麼推展下去 就是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要站在 那個懷疑同事的這樣立場 我有一點不知道 那這個團隊是不是 就是要怎麼樣經營下去 我們先要對這幾天所發生的一個孩子 被虐待致死 而這些保姆是我們兒福簽約的保姆 用這個機會向受害的小男孩的家屬 以及全國的人民 至上最高的歉意 跟最生痛的哀悼 北市發生男嬰被虐死事件 平川虐童事件顯示社會安全網漏洞 中央該如何捕破 對於北市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大家都相當的憤怒 而且相當的痛心 也很難過 我們衛福部也在第一時點 對於兩歲以下無法自我表達的 這些孩子的訪查的頻率有所增加 那我們未來也會來協助臺北市政府 我已經請衛福部去深入了解台北市政府的這一個個案 和有中央需要協助的地方 我們一定會全力來協助 那我們一定要來確保 我們每一個兒童的安全 而且呢 使他們能夠快樂的成長 那這一件事情 政府 包括中央跟地方 都是責務旁貸 我們會全力以赴 讓這樣的一個個案的事件呢 不要再發生 然後確保我們所有幼兒的安全 今晚的場患者 他們並環境 包括佛